周六早上,加利放弃休息来到了谭代苗家国拉丁Mimi Star排练场 由著名的拉丁舞老师为选手进行形体方面的培训 中午,加利来到了位于Yorkville的本次大赛服装赞助October 12 Yorkville服装店 在店员的着装礼仪指导下精心挑选比赛服装 Miss Globe取缘于美国,是一个拥有多年历史的国际品牌选美活动 而Miss Maple World则是华裔的选美盛世,已成功举办多届 在世界华裔选美活动中的影响也是日益巨大 回顾2017年,加拿大国家电视台分别成功举办了Miss Globe Canada 和Miss Maple World Final两大选美盛世 Miss Globe Canada获胜冠军,美丽和智慧兼并的Kaira Granger 代表加拿大参加了在北京举办的Miss Globe全球总决赛 并一举获得全球总决赛冠军,成为了环球国际小姐 也为加拿大征得了荣誉 2018年,正值家中旅游文化交流年 大赛和中国合作由超级模特赛事机构选派加利 远道而来参加比赛 他们将和加拿大加利同台亮相 美丽交辉相应,增进家中友谊 2018年,加拿大国家电视台主办的第45届Miss Globe Canada 和第5届Miss Maple World Final旨在打造一个世界性的平台 展示女性的魅力、智慧、阳光和自信 让她们的美丽得以在舞台上绽放 两大活动强强联手将共创国际选美盛世 周六的下午,加利们还马不停蹄 来到加拿大最大家居设计展示商城 Improve Canada 接受美丽大使证书 表彰他们为社区和谐做出的贡献 在时尚摩登的Improve Canada大厅 Improve Canada联合创办人Aleg Chaketer 在现场为选手加油打气 并颁发了社区促进大使证书 感谢加利们为社区做出的贡献 随后,中国低空飞行俱乐部 也为加利颁发了美丽大使证书 CLFC是一个具有十年历史的俱乐部 旨在打造中国低空飞行第一品牌 证书由兼任中国低空飞行俱乐部 加拿大分公司的主席Oleg 和中国低空飞行俱乐部总裁孟涅辉颁发 加利们很高兴 能为促进家中两国经贸和文化发展 做出自己的贡献 紧张的一天行程结束了 我们期待2018年 Miss Maple和Miss Globe Canada 加利们能努力拼搏 再接再厉 赛出好成绩 在这个美丽的舞台上 超越自己 实现梦想 预祝大赛 圆满成功 有些人的地步,有些人存在不同国家 而不存在在Canada 所以, technically,我们支持所有的 ideas 所以,请来和我们一起去 我们的地步,公路407和Kiel 很多好处的商品,大家在新的地方 请来和我们一起来 我们欢迎所有的社会 我们只开始一个同样的项目 我刚刚开始了,我们开始了一项目的 同的地方開展 sistema we like setting build patterns in Atlantia Georgia and we neg domin począt saying anything in New York next to Manhattan you have beautiful beautiful girl so and the young and beautiful and they have all life in front of them so it's like and uh all the best and all the best to use I know it's hard to move something like but I know how like people day don't see work they see 加拿大国家电视台记者报道